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隨著網絡媒體的成行 越來越多人利用網上平台發表自己的創作 特別是音樂作品 希望可以獲得關注 因此亦造成了這類家居錄音的音響器材設備大行其道 在今晚的消費點迪 我們請來了行內專家和用家 為我們介紹一下 將自己的家打造成一個迷你錄音室 所需要的器材和細節 專上院校音樂系學生Ernest 近年來開始在網上平台發表翻唱作品 建立到一定的後備 而背後的功臣 就是家中間房的迷你錄音室 他表示打造家居錄音室不外乎四寶 就是麥、混音器、喇叭和錄音程式 其中他認為一支麥克風是最重要 外面通常比賽的就是用dynamic mic 因為dynamic mic 它本身可以過濾了很多的聲音 令到你唱歌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層 layer 令到事情好聽很多 然後平時Studio用condensed mic 因為condensed mic 它會將你最真實的聲音 最真實的聲音傳達出來 所以聽Studio mic的時候 有時候會放大很多缺點 但同時會放大很多優點 他估計如果購買全新產品 大概只需要500元以下 亦都可以購入四種所需的產品 但是他當初由於資金有限 一開始搜羅各種設備的時候 只能夠從二手市場默色 或者將目光投向朋友 準備出樣的設備 而現時除了音樂創作之外 很多人都紛紛開設網上清談平台 今次令到相關器材需求大增 所以它不需要很多空間 它不需要很多空間 它不需要很多工具 它不需要很便宜 它不需要很便宜 像我所說 像我所說 一個這樣的設備 是 under $400 這個設備 這支配合你 用了一個 Studio的操作 操作 所以你可以使用這個 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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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混音器 Ernest就選擇使用實體混音器 但是就推薦使用多插孔的型號 Graham就表示 部分電腦型號已經內置專業級數的混音程式 因此虛擬混音程式 可以自使放置空間 金錢 以及一些制酒 那為什麼要2-port呢 就是因為2-port在你錄音的時候 一邊你可以擺你的吉他 或者鋼琴 在同時 你也可以插你咪的XLR 然後你就可以進行同時錄音 又或者分離錄音都可以 最后Ernest認為在擺放設備上面 亦都有一定的注意事項 如果房間是長方形 我會把桌子拍到左邊或右邊 近窄那邊 長方形的時候 音彈的時候 可以零形彈 彈來彈去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裏 阿滨 都需要 阿滨 都不太 柊